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比蓝,欢迎来到民族阵线 那么这期节目呢,我们将来讨论中印边境局势 那么2022年开始的第一天呢,我们先讨论了台海的局势 还有那么第二部分我们就要来讨论中印边境的局势 我认为呢,对这两块我们国家都是非常重视的 习近平主席呢,也非常重视 那么大家也看到这个标题了 那么在前两天,应该说是12月31号了 那么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赵立坚答题者问 其中就提到了印度对中国增补藏南地区输地名提出异议 赵立坚强硬表态 那么这一集我们要提一个这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印度要建立核顿牌这件事情 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将来分析分析藏南地区 明年会发生武装冲突吗 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一个一个来看 大家看到啊,这个地图里面呢 大家看到啊,山南市和林芝市 那么其中呢,山南这一块和林芝的这一块 南部这一片 现在呢,看到没有这里是不丹 啊,这一片呢,被印度给霸占了 啊,被印度给霸占了 在这个市,市字的前南边都被印度给霸占了 他这里就搞了一个叫做维阿鲁纳乔尔邦啊 啊,这样来看大家就很明确了啊 那这个新闻我们来看看 针对印度对中国民政部增补十五 藏南地区公开使用地名 提出异议仪式 在12月31日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赵立坚回应记者问询时 做出上述表态 赵立坚表示 藏南地区位于中国西藏自治区 有史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中国门八族、藏族等少数民族同胞 长期在该地区生产和生活 并流传下来许多地名称谓 赵立坚指出 为加强地名规范化、标准化管理 中国政府主管部门根据地名管理条例 公布了第二批藏南地区公开使用地名 这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 藏南地区是中印争议地区 面积约为六万平方公里 中方近日就当地15个地方重新命名 勒来兴得以抗议 印度声称藏南地区一直是 并永远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指虚构的名称并不能改变这一事实 据悉 早在2017年 中国民政部就对藏南地区部分地名 进行了标准化的处理 并正式公布第一批增补藏南地区 公开使用地名的六个 12月29日 中国民政部又公开了第二批增补藏南地区 公开使用地名 共15个 其中有8个是居住地 4个是山峰 两个河流 一个山口 这些地方都有确切的精度和纬度 就是老兵说的 这一片 这一片 这里到这里 广阔的地方被印度占领了 就这一片 那么 这个呢 就说明了北京一个姿态 也就是 不会像江东六十四屯一样 跟俄罗斯啊 在江泽民时代 出一个中俄刊定边界条约 那么那个条约出来以后呢 只是说暂时性的 那一块地方 就永远的 不归我们了 但是 我个人感觉并不是这样的 我国出 自然资源部出土的地图上 像江东六十四屯 像对弗拉迪沃斯托克 我们还是标注括号海参丸 那么这个 还有这个 哈巴罗夫斯克 我们也会标注薄利 包括海南抛这些地方 那么说明呢 我们将来一旦有机会呢 我们还是要收复这些土地的 那么藏南地区呢 我们跟印度之间 没有这种中印边界 看于条约 没有啊 那么 印度呢 说这里是他的 那显然你看 我们地图里面 山南市 这一部分 对吧 归我们这个 英文管辖的 在亚东 以南了 这一块 藏南地区 这块是土地很 很丰卧的 那么在这一块 林芝地区呢 也是啊 林芝地区呢 呃 海拔是三千多米 啊 也是我们重要的 啊 一个 一个复数的地区 啊 那么习近平 是近三十年来 首次 登陆 青藏高原的 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 啊 应该是69岁了 登到 他第一段就到 到林芝去 到山南去 都去了 啊 重点 讨论中印边境的局势 意思不肯浪 啊 不会浪的 我们还是要 把这里给收复的 那么据我去年 啊 当时这个 啊 前年 19年的 呃 2020年时候的播报呢 那么 西部战区呢 啊 可能在2022年 因为这里是 中印边境线 1962年 60年以来 这块地方啊 我们失去控制权 正好60年 那么 说不定我们会在这个地方 发生点什么事情 把这里给收复回来 收复回来 因为 根据国际的这个条约 规范来讲 60年这块土地 里面收回来 那就是归 谁 实际 拥有实际控制 全球归随 啊 那当然了 呃 从我从西部战区 一线的 士兵当口中得知 啊 我们可能要有所行动 要有所行动 所以说 这一次第14轮 中印军长级会谈 印度 摆着求和的姿态过来 那么在这个事情 啊 中国对中 印度对中国增补 藏南地区 15地名 提出异议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 那印度 啊 这两天又有点跳了 又什么要增兵了 演习了 乱七八糟的事情要来了 啊 那么为此 印度他也提出了 啊 牛逼的一点 啊 印媒又要在中印边境话题上 轩然炒作 这回是印度要造核盾牌 应对中国 什么意思呢 呃 这个就跟老兵之前跟大家讲的 一个概念 就是 就是我们有核锚 我们也有核盾 有核锚 不一定是一个核 真正的这个 这有战略威慑的国家 你还得有核盾 核盾是什么 就是我之前讲的 陆基中断反导 海基中断反导 有这个系统啊 导弹防御系统 你才能算真正的核大国 那印度 他有他的烈火5 呃 号称 可以覆盖中国全境 时刻瞄准着我们的首都北京 对吧 那么 他没有核盾 我们有 我们去年呢 进行了这个核盾 的这个演习 我们用成功的 发射 这个反导系统的 这个导弹 把这个 弹道导弹 洲际导弹 给他打掉 打掉 那么 我们有盾 又有矛 印度有矛 而我们没有盾 那如果说对射 核弹的话 印度可能 就被我们从地球上 给抹去了 那印度能对中国 他有一种被害妄想症 被害妄想症 那么我们来看看 印度一些人啊 又在边境上 渲染炒作了 中印边境紧张 局势升温 印度计划打造和盾牌 加强防御 印度欧亚时报网站 12月27日 以这样细情的标题 来炒作 有关中印边境的 最新情况 该媒体得出 这一结论的依据是 印度陆军总工程师 在颁奖典礼上的 一番讲话 不过实际情况是 这名总工程师 只是在讲话中 简单提到的 印度正在前线地区建设 抗河加固设施 他还声称 这是为了提高 地面部队的作战能力 欧亚时报在报道中称 印度陆军正在计划 印中边境实际控制线 沿线增强火力 加强防御 报道还用上了 核盾牌这样的字眼 来形容这一防御设施 防御设施 欧亚时报 得出这一结论的根据是 印度亚洲国防新闻通信社 ANI在 12月26日的一篇报道 ANI的报道称 印度陆军总工程师 哈帕尔辛格中将当天表示 印度陆军正在采购最新的技术和设备 以建造用于储存弹药和作为抗河加固设施的隧道 辛格中将是在印度工程师学会的一场 伴奖典礼上透露的这一刻 他在典礼上 获班结出工程师奖 工程师奖 那么实际上呢 他不是在建什么核盾牌 实际上就是一般性的 可能是这些 抗我们核弹攻击的这些 军事掩体 隧道 这些交通的这些设施设备 那么被印度炒出 他们要建核盾牌了 那么核盾牌有那么好建吗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呢 这个是我老兵给大家找到的 中国陆基中段反导拦截实验示意图 那么你要建这个核盾呢 你要有什么 你得有这个 红外探测卫星 红外探测卫星呢 比如说印度的烈火5 点火升空了 要攻击北京了 北京市民要完蛋了 那在升空的过程当中 你下面有固体推进器嘛 那是带火星的 对吧 那这个红外探测卫星 能探测到这个屁股的尾叶 哦 一颗导弹升空了 马上定位锁定 那么我们 很多的其他的一些侦察卫星 都要开始进行 跟超算中心 我们的超算中心联系起来 然后就开始来算 它的这颗卫星的弹道 算是这个弹道 这个弹道 那么我们还有陆基的一些X波段 雷达 然后还有空机的 比如说经常在巡逻 时时刻在巡逻这些战斗机 上面也有这个雷达 它也可以探测 海上也有雷达探测 然后我们就 这张图 卫星第一步 导弹发射 打上去了 大气层内 卫星与雷达探测跟踪 来袭导弹释放弹头级诱饵 陆基预警雷达进行跟踪探测 海基X波段雷达进行探噪识别 然后在中段发射导弹 进行拦截 进行拦截 我们看到了 那么释放杀伤 探测识别 释放拦截杀伤器 这个是我们的拦截导弹的发射 拦截导弹的发射就是在这一步 看到没有 你导弹进入到这里 我全部给你探测 用我们的这个超级计算机测算出来以后 这里的拦截导弹 啪发射 再路段释放拦截杀伤器 释放杀伤器 探测识别 最后一步中段拦截 你要有这么一个宏大的一个工程 你有这么一个宏大的工程 你想想看 你得要花多少能力物力和财力 这个是综合的国防水平的体现 这不是过家家 你要太空你要先组网的 还有你的陆机海机这些雷达系统 这非常考验你的综合的国防水平 国防能力 所以印度他要建这玩意儿 但他现在连把卫星送到太空都难 在中印背景性 这边要跟中国发生武装冲突 还得用美国GPS导航系统来为军队导航 但是在这里我们有反卫星武器 把美国GPS信号干脑的印度看上去都是纸糊的 都是纸糊的 那你说建立这个东西 是比造核弹还要高深层次的东西 那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综合体现 就这玩意儿 你看上去简单 但这玩意儿很复杂 好吧 那么2022 习近平同样非常重视 非常重视 这个不仅是台海 还有藏南地区 还有藏南地区 我们不停在这里进行调兵潜将 所以说 我还是那句话 自己的这个领土是要寸步不浪的 要寸步不浪的 我们不能够 他们越线了 我们不开枪 对不对 只要他敢越线 你开了枪 他就知道不能越线 那这就是你的地盘 所以说 台海也好 藏南也好 我们都要收复 同样重要 因为这个地区的战略价值非常重要 对我们来讲 那么要让西藏实现 这个 减少内地的城市对他的援助 内地成分对他的援助 那么藏南收复回来 这里的土地很富庶 将保证粮食的供应 将保证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没错吧 所以说 台海收复回来以后 藏南 我们也要动手 或者说 通俗进行 这个我们还是要看的 还是要看的 好吧 关于西藏的部分 关于印度的部分 我们就先暂时聊到这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老鼻来 喜欢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